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看看尾場 三班1400米 好狀態的馬都有5隻 配備轉變9號 閃得快 除了交叉被沽 近期也除了 至於安耀第一次出 初戴頭罩 初次榜利 也第一次用這個環形口含天 好 先看這隻昨天跳的合夥雄心 這隻馬轉到高東尼那邊 就一直都扶搖直上 神租跳也很聰明 又操控到 又不需要跳得快 操控自如 再看看金歌儀 第一課跳 考完上一次 我覺得沒那麼好 接著拍了一課 除了意圖 咦 行啊 最後一課的意圖 當然慢一點 我是不喜歡的一樣 再跌榜 上次已經黏了 美好世界 潘頓繼續跑這隻馬 我經常都覺得這隻馬 有些少許古靈精怪的動作 他經常都很喜歡 挖側一點頭 好像聽話那些馬 但他下場是交到的 接著是極速飛彈 其實這隻馬的僵口搞好很多 不是因為他贏了 其實之前他已經是越來越好的 好了 星雲鳴雀 這些都跑得較為多些 經常都出大圈騎的 形態上也沒什麼特別的 課課也差不多 特別在這次莫雷拉 嗯 美麗多多 這課4月13號 再跳 有大閘 那為什麼會這麼頑皮 不知道 之前這些馬 可能真的有新鮮感 一些配備不同 那他那場就特別精神 是啊 這些馬 有少少棘手 經常都駁在這裏 那再來就是熊王 頭罩Joring 一定都給了他跳的 那他的馬就會比較安定些 跳起來 今早班德里的操控也都不錯 進龍區 其實一看下去 那隻熊王 大隻 原來大隻200磅 這隻矮身一點 小隻一點 是快捕捉那一場 才追得近了 嗯 閃得快 這些其實他是重化兵利的 但是呢 近期就開通了 之前他一直都要逗留在香港 拍跳就在外面的 沒有了交叉鼻孤 那都叫肯爪 縮了耳朵 是 其實這個是雜性 轉腳改到 縮耳朵那些改不到 不過這兩場都換配備了 開始一路 先轉回來 其實這隻馬長期都是很好狀態 不過概念上一跑不適 就沒有了 好 再看看這隻佳應精彩的出跳 那他現在都是一個 不過不失的形態 因為以前見過他 就再漂亮一點 根據是跑得比較少的 全勝神區 之前贏了他都是放頭 我記得這馬在外地都是放的 接著有時候現在開始跟著人家跑 但是那個疆口可以再鬆到多些 會更加好 好 好了 這隻就安耀了 之前也曾經有些缺貨的紀錄 很大號碼的296 但是這隻馬又是個款 都不差 這隻高白身的馬 是啊 這隻都 挺好樣的馬 算是適應得不錯 北半球 好了 大盜致正 是因為我剛才所說 你要扯得快這個步速 那它便容易做流放 好 好 這隻馬一走回去 它就這樣轉側的頭 那隻馬 很奇怪的 那隻馬的性格不同 那可能它有少少這些 巧妙的東西都不一定 其次就 4 即是極速飛彈 上次終於都贏得到 因為之前你看到它一再排外檔 那便追不上 然後1,600 又長了一些 所以等到1,400排內檔 這次也繼續1,400排內檔 所以這些馬呢 繼續闖入三格都不出奇的 另外1號的合夥雄心 唯一就是換了人 因為之前就潘盾贏的 接著上次莫雷拉 這次就用了潘明輝 希望都繼續交到 但是潘明輝跑呢 好處就是好分點 起碼它不會說熱到沒有味 其實我剛才都很認同就是美好世界 我不是說長期在看那些什麼戰績 或者其它樂場跑是怎樣 因為神速裏面其實這些馬 我覺得它不算是做得很好的 就是那隻馬可以來的 其實馬房很有心機去 逐漸有些配件去幫它 即時有主意 有主意神速根本就是馬 但是它是一隻這麼年輕的馬 都是厲害的 這些馬 但是還可以再好的 你看美好世界都是 因為那隻馬大口厲害 所以你看到那些助手 敢不敢讓它起步 一起步它怕會抓不住 如果不是落牆只是摘利 神速不用落二套防沙 所以有時候這些東西 就要結合起來 就是因為有時候 如果有朝一日 你見到這個馬可以把防沙的眼罩 或者二套慢慢再脫掉它 那個馬的走規可以用對著腳 其實這些馬可以再一路慢慢上去的 不過話亦得說回頭 不是說只是把神速那套東西 搬進去那個賽事裡的 那它落牆跑 那它交道給你 只不過我認為它應該可以再好些 那是其他馬 但是如果這樣比較的話 我覺得極速飛彈不會輸竊給它 極速飛彈有不同 極速飛彈以前也是很厲害的 但是現在開始放鬆到 還有極速飛彈是一隻北半球馬來的 剛剛贏了我覺得它都不差 其他馬就臨場再跟大家看過了 那這組賽事也有初出馬 先看看血統底細 安耀的副是The Gerga Gerga冰 這馬暫時比較新一些 成員也不多 之前來了一匹 一先生 上陣子就算接近過 沒有什麼成績交出 Gerga冰服役的時候 我們在宇洋直播賽事見過它 他是天文學家的子智 也是古摩亞旗下的馬 服役的時候贏過三場賽事 全部集中營16位 贏過三場賽事裡面有兩項是一級賽 其中2016年的時候 贏過法國二千多年大賽 童年也贏過英國 古活薩塞克斯錦標 兩項都是歐洲非常重要的一級賽 至於安耀的舞 是Street Cry 街頭口號的女兒 服役的時候 在美國贏過兩場頭馬 贏過1700米的草地賽 無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中距離馬 長途馬比較多 大部分 草地賽 泥地賽 膠沙地賽 全部都跑得好 所以看了負兩線 安耀有可能是泥草雙槍將 性能應該跑長距離 中距離賽或以上 1600米或以上賽事才適合他跑 安耀來香港之前 在英國上陣兩次贏了一場頭馬 贏馬那場是1600米的草地賽 當時跑左轉賽道 直路賽跑過就不上名 跑過一次 右轉賽道和膠沙地賽都沒有跑過 高柏新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一出即勝馬就沒有 但初出上到名的馬有1匹 那匹就是真感 10場賽事都簡單研究過 看我們家居必度鎮 選了什麼馬 我選第5場的健康馬 我選第9場閃電 大家都莫裡拉 10場的賽事又跟大家研究過 提多次大家 這次跑周末的賽事 星期六 1點正就開跑頭場 另外星期日也有些月陽轉貨 所以這個禮拜都很精彩 只不過時間又夠了 下次再跟大家研究過 拜拜